你有無法原諒的人嗎 其實我有 我有無法原諒的人 其實我昨天又想了一下 我絕對無法原諒的就是那個人 我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我的女兒 那我覺得在我的人生裡面 他佔了太多篇幅 他浪費我太多時間 甚至是浪費了我的 應該是說我的血汗等等 所以我不能原諒他 這個人 然後呢 但是我後來也有想一想 就是說大家說到底能不能原諒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那麼清高 你說比方說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你的前老闆 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說跟你道歉 然後擺桌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原諒他 但是在我的心裡深處 我真的扪心自問 我自行的話 我還是沒有辦法放下 我現在講一個事情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在現在也有十幾歲了 在這個職場上面 各個人生方方面面遇過太多 就是說可能這樣子的衝突 然後到最後有沒有人來跟我道歉 有 然後當下我可能都好啊 沒事啊 我老實講我會說沒問題 沒問題 可是我轉過頭去 我問我自己 其實我後來發現 我對這個人已經那個打過的折扣 我們常常講人跟人相處 可能是扣分的 扣分的狀態 那你要不要再加分 就是要看我們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做加分的事情 我曾經在就是有某年某月某一天半夜 大概十一點多 我接到一通電話 那個是一個女藝人的電話 他就跟我講說 然後口氣沒有很好 然後他就說劉王 我跟你講他真的年紀還比我輕滿多 劉王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某某地方 然後你如果要派獨家的話 你來你來拍 你馬上叫人來拍這樣子 不然我就告訴別家了 其實我那個已經老實講 我已經沒有在那個線上跑線了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我的以前的下屬 其實都還在線上 我就說好好那你等我 然後我就馬上聯絡了 我那時候在某個週刊的 就是他是狗仔的頭這樣子 我就請他去跑 跑就對了 結果後來就這樣子 就隔夜我就想說 這個事情怎麼樣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 關心一下我那個下屬 就他說 婉安姐媽 長小的 你長小的 我們兩個三個人 你說那個地區 三個門口 手扶梯下來電梯什麼 我們都守了 而且是他自己爆料 他是當事人 他那時候希望 他跟另外一個男生的 這個所謂的關係可以曝光 就要官宣就對了 所以他自己告訴我說 他會從哪一個手扶梯下來 什麼如何如何 就到最後一棒叫了 對 棒叫 其實我這個人的點是什麼 你怎麼可以讓我沒有信用呢 他是就好像我們講 你有你的點嘛 我有我的點啊 我跟我的下屬說 你趕快去走 這個其實是大條的 記者就是需要這些來源嘛 結果你給我很沒面子耶 我下屬說 婉安姐你長小的 你怎麼長小的 我那時候整個人就覺得 一把火就起來了 好 我說抱歉 然後我掛了電話 我就打電話去問那個女藝人 我就說你怎麼回事啊 現在你長小的嘛 你知道嗎 他跟我裝傻 裝什麼傻 就是說我最近 我最近好像狀態不是很好 我可能吃藥吃多了 還是喝酒 還有人說我卡到陰了 我最近我應該要去拜拜的 反正就講一堆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的理由跟藉口 但對我來講 我心裡是真的過不去 我當下我只跟他講一句 講一句話 我說大家都在這個圈子 不然是媒體圈什麼 我說大家消毒會中 我就掛了電話了 可是這個 我這個 就是真的很過不去 然後後來在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在化妝間 其實我們不是同一個節目 在一個化妝間遇到了 他這樣出過來 然後蹲在我旁邊 因為我那時候在舒嬅 他就說 王姐姐 對不起對不起 原諒我 原諒我 老實在 他那個那個姿勢 幾乎是半跪的狀態 那個姿勢 就是空姐服務的態度 對 形容得真的很貼切 然後呢 他說不好意思 王姐 我不好意思 你原諒我 你原諒我好不好 那我當下我真的臉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這樣子 那我就說 我很難原諒你 我真的說我很難原諒你 好 這個是一次 後來呢 他又再道歉 然後我就 我就慢慢的 我就和緩 我這個人又慢慢 就是 就慢慢就和緩下來了 然後呢 但是我跟大家講 大家會問我一件事嘛 那你到底原諒了這個人了沒 我老實講 他 我到現在還沒有原諒他 對不起 我跟Taker 我真的很窄很小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你踩到我的點了 如果你當下跟我講說 姐妹 我後來我想一想 好像不太好 還是不要這樣曝光 不好意思 我可以接受 你跟我講話話話話話 說什麼 我卡到 因為我水淹就這樣 怎麼有的沒有的 所以到現在我老實講 這麼多年過去了 他有時候逢年過節他會傳個訊息給我 那不管是不是罐頭怎麼樣 但是我都是 我問我自己說 你怎麼心眼這麼小 我還是沒辦法 大家照顧得到 那你願意講今天他的名字嗎 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直在 意思就是說 沒有 我老實講 人真的是不要去樹敵 我相信我自己也會樹敵 那大家去問一句話 如果我今天跟鄭大哥有仇的話 人家說 比如啦 有一個case說 王恩姐 你覺得那個taker怎麼樣 我只要說不要問我 我講這樣就好 我不要講說taker 這個人不好 我只要說不要問我 人家就懂意思了嘛 所以其實這個在在的 其實對自己在人生上面 都是一個絆腳石 我其實最主要是要講說 我自己自省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要原諒一個人真的不容易 我們就是人嘛 真的真的 泰戈爾說 印度的哲學家泰戈爾說 事業上什麼最容易 他說指責別人最容易 他說事業上什麼最難 他說認識自己最難 事業上什麼最偉大 他說愛最偉大 其實我也身為人 我們也常常在指責別人 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請教崔芬老師 就是說那佛家 不是一直叫我們要放下嗎 可是看起來我們都是人 都很難放下怎麼辦 其實從心理的角度 來談原諒 不是放下 而是縮小這個事情 對你的干擾跟影響 因為當我們會沒有辦法 原諒一個人 通常我們都是懷有大量的情緒 不管是對他的生氣不平衡 然後或者是覺得自己很委屈 我就覺得當你有情緒的時候 你就很難原諒這個人 你就很難放下 所以我其實在做心理諮商 我不會叫我的當事人要原諒對方 要放下 要不要再記仇 或是我其實主要就是讓他們好過一點 所以原諒不是說 對這個對方原諒 而是讓自己好過 縮小這個人 對你的影響跟重要性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怎麼樣讓我從這個情緒當中 被他卡住的情緒中釋懷 這樣就原諒最主要是不要對自己造成干擾就好了 所以我不會叫一個人說 你一定要原諒他 或者是說原諒才是有智慧的 因為不能原諒背後一定有意義 那你曾經被傷害過嗎 我其實會覺得有 無法 到無法原諒的地步 我覺得影響很大 一直讓我覺得 就算他一直來跟我講什麼 我都不想跟他互動 這種有 他已經表達一種歉意 他沒有表達歉意 他只是找各種關係 來跟我做連結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 就是我那時候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念書 然後大家就認識 那我的朋友跟他很好 跟這個人很好 所以後來他去日本留學 那我的工作 因為鄭大哥知道嗎 我最早是在媒體工作 那在媒體工作的時候 在女性雜誌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採訪的機會 所以第一次他還在念念書的時候 我們就去說請他來幫忙 看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點點事情 那他說好啊 可是那次其實最主要的合作的人 不是他啦 所以第一次去日本玩 就是日本採訪工作 他其實對我很好 所以我印象中就是覺得 我這個同學好溫暖 日本會對我很好 所以我第二次再去日本採訪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我的雜誌社 我去另外一 我是當成 freelancer 就是我做自由 自由撰稿者 那自由撰稿者 其實跟我自己在雜誌社當主管 跟自由撰稿者 待遇是差很多的 可是偏偏剛好相反 我的自由撰稿者的那家媒體 是很大的媒體 所以他覺得我會很有錢 可是我原來工作的那個媒體 反而他會覺得沒有那麼大 全國知名 所以當我在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錢 我帶一個攝影師 然後我我跟我的攝影師 我們兩個把一整天要吃的 因為請他當我們的翻譯 我們的確有翻譯費 然後他半夜就打電話跟我說 我們的翻譯費太少了 他覺得不夠多 那我們那時候怎麼樣做 我就跟我們攝影師說 拜託你 因為我們的翻譯者 覺得錢太少了 所以我們兩個可不可以 一天就吃一餐 然後把全部的錢省下來 給他當翻譯費 然後這樣我們回去 晚上我要睡覺的時候 他還是打電話給我說 還是錢太少了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A了很多錢 那真的是被誤會 然後他一直覺得 我們有很多經費 就是沒有給他 好吧 那我再跟我的攝影師說 怎麼辦 然後最後那個明星的經濟公司 有請我們吃飯 我真的希望他不要來 他連這個都要算錢 他都要算翻譯費 我真的覺得夠了吧 我真的很希望他不要來 可是因為經濟公司 極力的邀請他 所以他又來了 然後他又覺得 我們又沒有給他錢 所以後來我變成 怎麼樣的做法呢 我就是把那一次 我所有工作的錢 通通都給他 我把我自己的稿費 也給他 我把我們所有可以給他的錢 全部都給他了 這樣應該他會覺得 我們有對他好吧 應該是可以吧 夠了 但我回臺灣之後 又發生一件事 回臺灣之後 因為他是我同學的同學 所以回臺灣之後 他就去跟我同學說 我拿了很多錢 然後都沒有給他 然後就是我好像 就是我們A了很多錢 這是污蔑 我真的不能夠 忍下這口氣 因為我真的把所有的錢 都給他 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連我的稿費都給你 我們當天所有的錢 都給了你 我們連吃飯的錢 都給了你 我跟我的攝影師 是餓肚子的 我們這些都沒有說 然後我每天晚上 都要接他的電話說 你的錢太少了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我男朋友說 你們一定有很多錢 那就是不給我們 你會原諒他嗎 當然 沒辦法 這個其實這個 剛剛翠芬有講 這是處理一個情緒 不是叫人家放下 或原諒 其實有一個比賽 就是說如何用一句話 表達你內心的平靜 喜樂的意境 狀態 一句話 一句話 阿彌陀佛 很平靜 對 你覺得呢 我睡得獎 得獎作品是 我太太睡著了 我真的講我睡了 說回來 我睡覺自己轉 聽說 說兩掌 黑 你們 台灣 �ě 說